马老师你好 今天作为你的学校的这么多的学生的毕业 毕业典礼 作为老师来说 我想你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那么对于这一届的学生 你觉得他们有一些什么特点 同时对于他们进入大学之后 你有一些什么希望和忠告给他们 好 叶老师 这一届的学生 他们非常非常的 对于我来讲 我认为他们是非常努力的一批学生 然后在他们很困难 或者是我们说在language这种learning的情况下 然后他还是在努力的去坚持去学习 那么有学生在考雅思的时候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 真的是从来不气馁 那么我被他的精神都所感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 在步入大学的时候 如果以后遇到困难 他也会勇敢的去面对 我觉得这才是在加拿大留学上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毕业生的里程碑吧 这样是最好的 谢谢 谢谢马老师 再次祝贺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谢谢我们学生的支持 谢谢叶老师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